别人穿越顶多就是个单身妈妈 我就比较牛了 直接升了两级 成了奶奶 穿过来就是修罗场 拆散恋爱老儿子与她的白月光 阿姨 我保证以后不会嫁疯了 对面的白莲花捏着支票 双眼含泪 好不可怜 我扫了一眼支票上的数字 倒吸一口凉气 心口疼 瞬间抽回那张支票 双手握着她的手 笑了 妈觉得还是成全你们的好 你们超配 真的 请你们锁死 OK 你们想干嘛就行 就是别碰老娘的养老钱 本视频有一点长 先给大家送祝福 愿各位朋友 发财备爱 好运常在 发个弹幕点个赞 早日报复报美 阿姨 这钱我不能要 我与阿峰是真心相爱的 我柔柔柔太阳穴 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双眼含泪的女人 心中千万个草泥马奔腾而过 就因为全程静默半个月 我在家被催搞催疯了 在网上坠现黑粉 老天就要这么惩罚我吗 让我一个黄花大闺女 穿成了60多岁的老太婆 穿过来 就面临这样的修罗场 顾兰查到眼前的这朵白莲 是儿子的心尖尖 因为他 儿子正跟二喜离婚 顾家成了圈内的笑话 所以 今天顾兰是拿钱来拆散两人的 这一幕像极了我写的 狗血言情文中的女主 遇到恶婆婆时的情景 这种烂梗 现在谁用 就会被读者追着骂傻逼 现在剧情进行到了 顾兰把支票塞到了白莲花的手里 我扫到支票上的数字 倒吸一口凉气 500万啊 我还真没见过那么多钱 穿成老太婆 唯一的好处就是钱多 那这500万也是我的钱 我有了主意 从她的手里 抽走那张支票 狠狠地拍在桌上 冷冷地看着她 怎么 白小姐嫌傻 这钱到了我手里 就是老娘的了 谁拿我杀谁 阿姨 我知道我配不上阿峰 我会安静地离开 不会再打扰阿峰的生活 白莲花逗大的眼泪流了出来 这演技嘎嘎嘎的好 过来的助理给的资料中说 这位单身妈妈 交的每一任男朋友都是妇人 还一个比个负 没看人家这花万音 只要给够了钱 就会离开 如果是顾兰的话 可能还会觉得这女人很识相 可惜 白莲花今天遇上的人 是吸引如铁的我 顾兰兰 要我命可以 要我感情也可以 就是不能要我的钱 我扫了一眼 刚收到的微信 笑了 不仅不慢地 把支票放到包里 我的大钱钱到手了 我抿了一口茶 不时地扫着对面的女人 她有点局促不安 好像受了惊 碰 茶室的门被撞开 一个穿着白色西服的中年男人 满头大汗地冲进来 拉起白脸 把她护在身后 怒气冲冲地冲我吼 妈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是我非要与小云在一起 是我非要与杨慧离婚 你别想拆散我们 就算是有错 也在我 你要怪就怪我 我口中的茶 一口气喷了出来 实在没忍住 这分明是咆哮第二代 这就是顾兰费尽心思养大的儿子 都快四十了 还这么纯情 还不顺快叉烧呢 明明她当初与杨慧结婚之前 顾兰有问过她的意愿 她也是同意的 现在有了真爱 每次跟顾兰吵架 永远都是一句 当初都怪你 都是因为你 我才娶我不爱的女人 得了便宜还卖怪 说了就是这块茶烧 幸亏不是我亲儿子 我放下茶杯 缓缓站了起来 你真的认准了他 不后悔 恋爱脑鼻孔朝上 妈 认识了小云 我才知道什么是真爱 又是真爱 大哥 大姐 因为你们 我都快不敢指示这两个字了 如果我有罪 请用法律惩罚我 不要让我再看到这个恋爱脑了 好吗 我忍着恶心 拉起她的手 又拉起白脸的手 放到一起 满意的笑了 行 阿峰 刚才妈也考验过了白小姐 她看中的是你的人 不是咱家的钱 妈终于放心了 你与杨慧的事 妈来解决 妈觉得还是成全你们的好 请你们锁死 OK 便宜儿子喜笑颜开 真的吗 真的吗 我就知道我妈最好了 我跟小云以后 一定会好好孝顺你 早日给你生个听话的大胖孙子 我一阵恶寒 这个渣男忘了 他还有个女儿 他身边的白脸明显有点震惊 阿姨 你真的愿意接受我 看看 这才是聪明人 当然 你们的爱情感动天 感动的 感动了我 让我想起了过去 我跟顾峰他爸爸当初在一起 我面上笑隐隐的 心中MLGB 妈的 这个便宜儿子 真的跟他那个渣爹的喜好一模一样 走 跟我回家 拿上户口本 你的小慧直接就办离婚 我这人做事向来直接了当 什么事只要过了夜就会有变故 便宜儿子笑得跟个傻子一样 搂着他的小云 看到了吗 小云 我终于可以娶你了 我们这么多年终于在一起了 我眉头一挑 得 过来那个助理办事不认真啊 这两人原来还有过去 还是要再查一下 万一有我不知道的惊喜呢 那朵老白脸窝在便宜儿子的怀中 咬着唇下意识地看向我 楚楚可怜 我差点突兀了 这位大姐也三十多了 一大把年纪了 怎么还学小女生 做出这样的表情来 我忍着恶心 恋不改色地笑 哎呀 白小姐一会儿就不用跟我们回去了 要不儿媳看到她闹起来 婚就离不成了 你们说是不是 老白脸皱眉头 便宜儿子不宜有她 连连点头 妈说的对 小云你先回家等我 今天支支不是放假 都办完离婚 就带你们去吃你爱吃的牛排 啊呸 要是顾兰看到儿子这么贴心 肯定气得心脏支架 都更出胸腔了 便宜儿子自从认识了这个女人 一年了 除了逢年过节在家路一面 爱恋的人都说那个叫白芝芝的女孩 是顾家的私生女 顾兰可是早早的验了DNA 不是顾丰的种 她对心尖尖的女儿比自己女儿还要亲 真是杀比一个 我出了茶楼 几个电话先打了出去 等到到家的时候 三进的四合院真是亮瞎了我的眼 不得不说 顾兰还真有眼光 在跟渣男离婚的时候 直接买了这个有嫁无事的四合院 顾家的人都在 而夕阳慧穿着得体的旗袍 身材窍窍 气质温婉 看得我眼前一亮 这身段 这颜值 妥妥的女神级人物 顾丰是瞎了吗 放着这样的女神不要 难道真是人生吃多了 就觉得小野菜香 我不理解 沙发上一个化着烟熏装 要带背心 抄短牛仔短裤 马丁靴的紫发女孩 头也不抬的玩游戏 嘴里还骂咧咧的 糟了 打野在这 快撤 我DNA动了 这个世界竟然有王者 我这便宜孙女 是同道中人 改天一起切磋一下 我还没说话 我身后的便宜儿子大吼一声 杨慧 这就是你养出来的好女儿 都上高三了 还听见玩游戏 一点规矩都没有 她声音跟大喇叭一样 吓了我一跳 杨慧一脸慌张地走过来 一手扶着我的手臂 一手拍着我的后背 替我顺气 妈 你没事吧 是我没教好楠楠 是我的错 您别生气 好吧 我又下着了 被一个神仙姐姐喊妈的滋味 太过酸爽 楠楠就是我那便宜大孙女 被亲爸妈 依旧投不抬 玩得嗨 唉 这个复杂的大家庭 我感觉自己的脑细胞 都快死光了 脑阔疼 今天我非要好好教训 教训你这秘密 便宜儿子大步走过去 抓住了紫发少女的手臂 少女这才抬起头站了起来 农妆下 只有两只眼冒着很光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顾峰 这对妇女一见面 就是火星撞地球 眼看顾峰的手臂扬了起来 朝少女的脸上打去 这个渣男 竟然打你了 我手里的包直接朝着 顾峰丢了过去 够了 限量款像砖头一样的黑包 砸到顾峰的头上 他瞬间抱住了头 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妈 你打我 辣眼睛啊辣眼睛 40岁的大叔 还一副小孩子的样子 屋里的人都齐刷刷瞪着眼 用同一表情看着我 好吧 顾峰从小到大 从未打过儿子 面对他的苦脸 我事儿不见 直接做到了上位 冷冷开口 你还离婚吗 顾峰 你只有今天这一次机会 要是你在找事 以后别想再见白云 我这话一出 屋里一片死寂 子发少女狠狠地瞪着我 我好像成了 拆散他父母的恶毒奶奶 顾峰虽然想要孙子 对这个孙女也算不错 就是给钱 我也想要个每月 给十万零花钱的奶奶啊 刚才我在茶馆收到的 就是杨慧的微信 她说她同意离婚了 我现在能感觉到 杨慧的手一直在抖 她在害怕 我拍着她的手 两脸看着她 小慧 离婚之事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放心 你想怎么做 我都站你这边 我真是没想到 我穿越过来 第二件事就是帮人离婚 她脸色有点白 嘴巴张了张 还没开口 妈 你问她干什么 咱们家养了她这么多年 已经对得起她了 我今天就跟她离婚 赶紧把户口本拿来 便宜儿子又捂着头凑了过来 你闭嘴 我抓起手边的茶杯砸了过去 她这次有准备 躲开了 杨慧蹲在我面前 硬是挤出了一抹笑容 眉宇间透着一丝坚定 妈 我想通了 她心不在我这里 那就离了吧 只是妈刚才答应我了 奶奶要跟着我 不愧是我看中的女神 看似温柔 骨子里是倔强的 杨慧是顾兰闺蜜的女儿 当初闺蜜与丈夫出了车祸 顾兰就把18岁的杨慧带回了自家 当女儿养 顾兰这么多年 也是真喜欢杨慧 妈答应你的都会做到 妈不会亏待你们母女 我满意地拉着她的手 对美人 我向来很宽容 奶奶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妈 我妈什么都没做错 你们想结婚就结婚 想离婚就离婚 就欺负我妈 没人护着是不是 紫发少女冲了过来 抱住了杨慧的手 恶狠狠地瞪着我 加上她那头紫发 跟个炸猫狮子一样 我还以为这女孩 是个不良少女 现在看来 是个护妈的仔 可以 孝顺就行 奶奶 不许跟你奶这么说话 杨慧站起来 拉着紫发少女 一脸严肃 顾兰 一边去 大人的是你一个小孩插成嘴 便宜儿子又来找存在感了 我一个冷刀子扫过去 我看向站在门口的助理 马上就到 顾董 刘助理很认真地点头 屋里再一次地安静下来 杨慧轻声跟男男说着什么 好像在安慰她 我低头喝茶 妈 不就拿个户口本的事 怎么这么复杂 便宜儿子一会儿看手机 你会焦急地看到我 我才不理会这个脑残 律师终于到了 顾董 这是我你的离婚协议书 您看一下 这位故事的杨律师 戴着金丝边眼镜 长得还真是帅 我笑淋淋地打开扫了一遍 行 不妨 你看一下 如果没问题 签字就行了 我递给了便宜儿子 便宜儿子只扫了一眼 直接打开最后一页 很利索地牵上名字 嘴巴超甜 我妈办事 我最放心 这天下只有我妈对我最好 这彩虹屁 吹得我呵呵地笑 就这 还是故事的总经理 要不是顾兰在后面坐镇 故事早没了 他牵栏翘着二郎腿 丢给了杨慧 杨慧跟他不一样 而是很认真的看了一遍 看完后 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想要开口 我笑着轻轻摇摇头 他红着眼牵下了字 便宜儿子得意地笑出声 杨慧 你早这么识相就好了 谢谢妈成全 我晚上带着白云 吱吱两人过来吃饭 杨慧与楠楠两人脸色同时大变 顾丰 你不是人 楠楠呲牙咧嘴 伸出了腿 杨慧死死地抱着他的女儿 小刘 杨律师 你们俩跟着去民政局 办完了跟我说一声 至于顾丰 你晚上别过来了 自己找地儿庆祝你得上所愿吧 妈 我也要去 我要去保护你 子发少女紧紧地抱着他妈的手 不肯撒手 行了 顾南 这是你爸妈的事 你别去添乱 我直接发话 最终顾南黑着脸流了下来 掏出手机 声音调到最大玩游戏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这妹妹好像把所有的怒气 都发泄到了游戏中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把手里的多出来的那份离婚协议书 丢到了她面前 丫头 好好看看 看清楚每个字 再来找我说理 娘啊 我太累了 就处理这一件事 感觉脖子疼 腰疼 浑身都疼 这人一老 身体明显跟不上 感觉多说一句话 都费劲 刘妈大步走过来 扶着我的手臂 夫人 您先进去躺一会儿 我让春风堂那边的人 过来了 给您按按 哦 我想起来了 春风堂是京市最好的美容店 顾南办的有金卡 每周都会有人上门服务 我面无表情地点头 心中小鸟乱跳 我也可以享受一下 富婆的生活了 我进了顾南的院子 刘妈走后 逛了起来 妈呀 这屋子真是豪华 里面有一百多瓶 是个超级衣帽间 一面墙挂着各计的衣服 一面墙是各种奢侈品的包包与鞋子 梳妆台上的珠宝 随便一副都是几百万 什么是富婆 这就是传说中的富婆 就是衣服有点老气了 不是黑就是白 我发了 我真的发了 看着这满屋子充满金钱气息的物件 我内心在狂吼 虽然我成了老太婆 没有了青春 但是起码还有钱是不是 不能白白穿越这一把是不是 私人飞机还没坐过 各国顶级美食试试 我正畅想美好生活呢 子发少女尖锐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 奶奶奶奶 你在哪里 吓了我一跳 叫魂呢 我打开了窗户 子毛少女冲过来 手里扬着离婚习义书 趴在我的木窗上喘得粗气 奶奶 这上面的是真的 我冷冷地看着她 不是真的 难道是假的 你爸妈都签过字 带过章 是有法律效率的 子发少女直直地看着我 突然蹲了下去 眼泪流了下来 弄花了她的脸 她越擦 脸越花 眼泪又越多 跟个小鬼一样 这孩子真是矫情 我一个过任长大的 没父爱母爱 不照样长大 她起码还有亲妈疼 不绝钱话 我叹了一口气 你与你妈不用搬走 你爸离婚后 净身出户 人 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 她选择爱情 不要家庭与责任 她就该付出相应的代价 奶奶一下子站了起来 冲着我吼道 我不相信你 你就会骗人 等你儿子在你面前一哭 你还是会偏心她 你还是会把故事给她 她成今天这样子 都是你没教好 她说完 转身跑了 我笑了 这丫头真是人间清醒 小小年纪 看透了人心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她了 是的 我在离婚协议书中间 做了手脚 如果顾峰刚才仔细看 每一个条款 就会发现漏洞 只要她选择离婚 就自愿放弃 故事继承人身份 放弃手里持有的所有股份 如果是顾兰 肯定不会做得这么绝 可惜 我不是太亲妈 我不可能让属于我的每一分钱 让一个恋爱脑拿给外人话 豪门办事就是快 我这边刚换了身真私家居服 就接到了杨律师与小刘的电话 说办好了 正带着少奶奶往家赶 我直接发话 让故事官网发微博吧 电话进了好几秒后 我才听到小刘带着颤抖的声音 顾董 真的要发 那顾总 不是 顾少不当总经理了 你要上吗 我躺下 闭上眼 美女帮我揉着胳膊 真舒服啊 故事的人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 现在就发 顾封因为私人人因 已经解除了总经理的身份 让金副总先做代理总经理 你去找个猎头 高薪聘一个职业经理人 回来我面试 就这样 我上 开玩笑 我一个写小说的 怎么执掌这么大的一个集团 专业是找专业人做 我直接把电话挂了 转身跟刘妈说 刘姐 一会不管是谁的电话 都说我睡了 我知道 我刚放出的消息 绝对是个深水炸弹 是能上头条的那种 退 退 我做黄金spot的一切人与是都退下 别说这滋味真是舒服 让人不禁想睡觉 迷迷糊糊中 我好像看到了杨慧双眼通红的坐在我身边 我眼都没睁开 小慧 你也做过spot 垃圾丢了就丢了 等我醒来以后 杨慧躺在我身边的另外一张床上 刘姐大步走了过来 把手机递给我 我一丑 或 便宜儿子打了三个 一个叫宗志国反而打十个 宗志国 哦 顾兰的渣男前夫 要说这个前夫哥也是个垃圾 一个山沟沟里出来的凤凰男 他的生意做大了 说过的那些甜言蜜语 全成了狗屎 包养大学生 生了私生子后 还转移资产 要不是顾兰有个好娘家 骨头硬 发现这事的第一时间 就联系了娘家 分走了宗志国大半的家产 还让自己的儿子改了姓 从顾兰记忆中翻到这里 说实话 我还真挺佩服顾兰的 他真是个很厉害的女人 他创立了婴幼儿用品品品牌 成了国内最大的婴幼儿用品集团 宗志国也是个人物 与顾兰离婚后 直接进入了房地产行业 趁着那股东风 也成了不小的房地产公司 可是最近几年 因为经济形势 加上内斗 他的宗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他家里儿子有三个 外面的私生子私生里也不少 现在这些儿子斗得不可开交 顾兰可是看了不少笑话 顾兰就是因为顾兰的他一个儿子 在国外镀金回来 就成了顾氏的总经理 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没经历过与别人抢饭吃的紧迫 还是宗志国 我接通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怒吼声 顾兰 你是不是有病 你好端端怎么把小枫解雇了 当初是你非要儿子 我才把儿子给你 你就是这么对我儿子的 顾兰 你说话 别给老子装死 尖锐的声音跟机关枪一样 嘟嘟嘟刺痛我的耳膜 我把电话远离了一些 等他骂够了 我才开口 前夫哥 骂够了吗 顾丰真是你亲儿子 喜欢上跟他后妈一样的女人 我服了 我刚待下风 这种儿子我还留着干嘛 留着过年吗 你要是心疼 把他领回你宗家传宗接代吧 电话那坨静默了 我就知道 这人就是嘴上说心疼儿子 他敢把顾丰带回宗家 当初那个小三 如今的宗太太 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 不然 你就是放不下你大小姐的高贵 男人吗 在外面都有个应酬 新鲜劲过去就回家了 你非要闹这么大 闹得人尽皆知 行 你想你儿子一个教训 我这次站你这边 他这次闹得确实过了 他知道错了 就让他回故事 自己家的公司 还是自家人看着放心 这个男人压根不提 把顾丰带回家这回事 说完就挂了 生怕我追着问 也幸好他挂了 否则我肯定要骂死他 这渣男什么意思 什么叫自家人的公司 那是老娘自己的公司 跟他有什么关系 这时杨卉走了过来 扶着我的手臂 双眼还是红的 妈 不是 阿姨 我还是带着男男出去住吧 我爸妈给我留的房子还在呢 正好离男男上学学校很近 我扭头 拉着他的手 很认真地看着他 顾丰已经被我赶出家门 这家现在就是我们祖孙三人的 你现在虽然不是我儿媳 可是我刚闺女 所以 还是喊妈就行了 顾丰的30%的股份 我已经安排律师60% 放到男男名下 剩下的闺女 这些年辛苦你了 过来每月都会给杨卉 过男几十万的生活费 但是却没给股份 这点我觉得做得不好 妈 因为你 我才有了家 有了男男 我不辛苦 这些年我过得这么好 都是因为你 杨卉的头靠在我身上 双眼都是累 我真是看不得美人落泪 顾丰当初是做了好事 但是 在杨卉大学毕业后 杨卉与顾丰结婚后 就让杨卉在家 这点做得不好 这些年 家里的各种夫人外交 家里的里里外外 包括老人孩子的身体 都是杨卉看着的 她成了一个合格的富家太太 我拍着她的头发 看到柱子后 一个熟悉的身影躲在那里 叹了一口气 哭啥哭 当初我跟宗志国离婚的时候 都没哭 这么多年 我过得比她好 你要立起来 给楠楠做个好榜样 她也到了人生最关键的时刻 去洗洗澡 晚上咱们三个出去吃 杨卉笑着进了一个小院子 我慢慢走到了柱子后 一个黑橙直的丫头蹲在地上 肩膀一抖一抖的 原来紫发是假发 哭什么 你朋友中没有父母离婚的 我开口 小丫头抬头 不断地点头 有 有很多 我捂着心口 这丫头长得真好看 农妆下长了一张初恋脸 集合了她爸与她妈所有的长处 这脸可以直接出道了 苍天啊 老天真是不公平 给了过男这么好的出身 还给了他这么好看的一张脸 那不就行了 离婚对你妈来说是好事 你妈最擅长做什么 你是她女儿 你应该知道吧 我坐在旁边的木椅上 一动不动地看着便宜大孙女 她擦干眼泪 若有所思地想了好一会儿 我妈喜欢做甜品 她一直说 如果她有一家甜品店就好了 我想了想 也是 家里的下午茶甜点 都是杨卉亲手做的 过来那个闺蜜 就是个做饭很好吃的女生 杨卉当初 报了好几个班跟着别人学 她也是有天分 不仅仅学得快 还会有自己的想法 我点了点头 行 前面大街奶奶 还有一个铺子 给你妈让她做甜品店 你到时候多提点意见 小丫头站了起来 咬了咬下唇 谢谢奶奶 她声音很轻 但是 我听到了 我们对视一向 等到我们三人出门的时候 杨卉从自家女儿那里 得知这个消息 眼又红了 还跟我保证她 一定会好好开店 会对我交房租 我是觉得 女人也要有自己的视野 转移一下她离婚的注意力 我们三人去了 男巷子的一家私家菜馆 听说是御厨后人开的 我还没吃过御厨的饭菜 兴致勃勃的点了八个菜 贵是真贵 就这八个菜 将近十万 可是也是真好吃 我与顾南两人都吃撑了 但是三人的心情 明显好多了 出门的时候 顾南与杨卉两人 一左一右掺着我 我就像那老佛爷一样 可是 就在这时 看到了便宜儿子 他正掺着一个 衣冠楚楚的托顶老头 一脸不满的跟的人说话 爸 你跟我妈说了没 我打电话他不接 他到底想干什么 二话不说就把我撤了职 现在多少人看我的笑话 是他同意我跟杨卉 离婚我才去办的离婚证 他现在又逼我 呵呵 看把他委屈的 是的 他一直给我打电话 我直接把他拉到了黑名单 现在又找他扎爹帮他 还真是亲父子 你妈那人就喜欢小题大做 当初也是非要跟我离婚 我就是逢场作戏 唉 你也是 不就一个小玩意儿 还真当回事了 一个带孩子的寡妇 你非要离婚 弄得你老子 我丢人丢大了 前夫哥瞪了顾峰一眼 爸 要不是当初我妈让我娶杨卉 我当初娶的人就是小云了 她现在过得不好 都是我的原因 我说了要娶她就会娶她 你也是男人 你为何娶雪怡就明白我 为何要娶小云 顾峰不高兴了 脱口而出 说得好 顾峰 老娘真是生了一个好儿子 喊小三喊雪怡 我啪啪啪的鼓起掌来 我真是替顾兰心喊啊 她明明知道 刘如雪是导致顾兰家庭破裂的小三 现在还一口一个血仪的叫着 对面的父子俩 同时脸色一变 妈 小兰 我听到两人的称呼 差点把我刚才吃的饭吐出来 别喊我妈 我不是你妈 宗志国 你也别喊我小兰 你老婆出来了 我挑了挑眉 刘如雪穿了一身牙白色旗袍 一副贵妇的模样 而她身边跟着穿着小湘风套装的白云 看到我 她立刻离刘如雪远了一些 这两人站在一起 不知情的 还以为是亲母女俩 冒着绿茶味的气质绝了 周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都是认识的人 宗志国走进几步 脸色很不好看 压低了声音 顾兰 有话好好说 别闹笑话 走 进包间 我冷然一笑 有什么不能说的 顾峰 你跟杨慧离婚 直接回宗家也行 去你爸的公司也好 甚至赶回宗姓都行 跟我顾家已经没关系了 老娘就当白养你一场 我多说一句 顾峰的脸色一点点的发白 奔在刘如雪身后的三个儿子脸 更是不好看 纷纷用敌视的眼光看着顾峰 这便宜儿子真是行 带着心尖尖跟亲妈的敌人聚餐 大姐都是亲母子 有话好好说 刘如雪大步走了过来 笑眯眯的 我顾家只有我一个女儿 没有什么妹妹 所以 宗太太以后不要乱叫了 你要是心疼顾峰 可以领回家去 我还真的谢谢你了 真的 我冷然一笑 我才不怕这是别人看热闹 正好说开 免得这狗皮膏要贴上来 我目不改色的 带着杨慧与楠楠两人离开 只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吼叫 妈 你非要搞得 儿子里外不是人是不是 你非要逼我是不是 你就这么看不得儿子幸福 我还没说话 身边的杨慧先转过身去 她冷冷的开口 顾峰 当初是你追我的 是你在婚礼上说 会一辈子对我好 一年前你说你重遇了你的初恋 要跟她结婚 我一位男男没答应 妈没有逼你 一直是你在逼妈 你这么多年一直没长大 顾峰脸色轻一块白一块 杨慧 你还有脸说 是不是你所容我妈 要她撤了我的总经理 你这毒妇 我大不上前 冲着她的脸就是一巴掌 这巴掌是替你妈打的 打你狼心狗肺 她还没反应过来 我又是一巴掌 这巴掌是替你媳妇打的 打你背叛妻子 第三巴掌下去了 这巴掌是替你闺女打的 打你不配做爸爸 她脸上几个巴掌印 异常显眼 她整个人像是傻了一样 站在那里 阿峰 阿姨 您要是不愿意 您直说 您这么打阿峰的脸 还让她以后怎么做人 白云冲过来 拉着她的手 不满地看着我 我揉着自己发疼的掌心 白云 顾峰 你们别以为我弄这处是拆散你们 你们是真爱 那就好好在一起 顾峰不用上班 天天陪着你不好 真的 你们超配 好好在一起吧 我吐了一口浊气 带着杨慧与南南扬长而去 收获了两双敬佩的眼 奶奶 刚才你真是帅气了 小丫头眼里都是光 我也觉得我很帅 我又带着两人去逛街 看到什么直接刷卡 这种感觉真是好奇了 顾峰可能是发觉 我这次是完真的 开始还带着白云 出现在我家门前 后来自己上门 都被我赶走了 我天天出去各种嗨 圈里的人都说我不疯了 就连顾峰的两个哥哥 都打电话问我怎么了 我只说我想开了 想好好享受人生不多的日子 两个哥哥还派来了两个侄子 陪着我玩 别说 我的两个侄子 要不是带续人关系 我都想包养了 一个酷酷的 话很少 像集了我最喜欢偶像剧中的韩商眼 另外一个花美男 五官绝美 又会说俏皮话 跟他们在一起 我觉得自己现在顶多30岁 这天 我刚坐飞机去HTA吃了下午茶 接到了一个很意外的电话 你好 请问您是顾楠楠同学的奶奶吗 您能登来学校一趟 她这个月已经逃学两次了 逃学 便宜大孙女还真是叛逆 这些日子明明我们相处的还可以 她也不化烟熏装 穿漏洞装了 怎么又开始逃课了 我让刘助理查了查 发现她竟然在一家酒吧唱歌 我直接打了她的电话 我到学校的同时 小丫头也到了 她脸色很白 掏出一张架条 说她去医院了 她的班主任倒是相信了 可惜 我刚从刘助理那里看到了她唱歌的视频 唱的还是rap 唱的那么high 这架条如果不仔细看 根本看不出是假的 我跟老师保证说她以后不会矿课 还赚了三百万给学校买实验器材 顾南在一边撇嘴 有点很不高兴 我捏着她的耳朵 直接问 就那么喜欢唱歌 为了唱歌连高考都不愿意了 小丫头昂着头 拉着我的手 喜笑颜开 奶奶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奶奶 我告诉你 我想成歌手 想做个大明星 可是我妈觉得站不好 想让我大学学管理 我不喜欢 管理 杨慧估计是想让她女儿进公司 其实也没错 你的成绩我看过 原来还在拳击前一百 最近下降了 如果你高考能考进京师大学 我就说服你妈让你参加 暑假期一时评举办的超级女孩 一百零一 我看过顾南的成绩 她真的很聪明 有点喜好 有点梦想 没什么 也许进去后 完了发现没什么好玩的 就回来了 想当初 我在过院长大 我小时候其实最喜欢的是跳舞 跳芭蕾舞 可惜 跳芭蕾不是我一个孤儿 有资格学的 什么都要钱的 我只能拼了命的学习 长大后 实现了经济自由 我抱了一个芭蕾舞班 学了几个月 算是缘了二十的梦 可是 已经晚了不是 小丫头抱着我的手臂嗷嗷叫 像个疯丫头一样 谢谢你 奶奶 我保证 接下来的三个月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 我大学会学管理 我想好了 如果我混不出什么名堂 就回家继承家业 看看 小丫头还是很清醒的 我们祖孙俩正往外走 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生 怯生生地走到我们面前 奶奶好 我有话想跟您说 我还没说话 我身边的奶奶先炸了 白芝芝 这是我奶奶 不是你奶奶 不要胡喊 哦 原来是白云的女儿 仔细一看 还真是有八分相似 我拍了拍炸毛的小狮子 奶奶 在外人面前要懂礼貌 等你高考结束后 跟你妈妈好好学学礼仪 小丫头的毛瞬间软了 得意地炸眨眼 奶奶说的是 我一定会好好学 那个叫白芝芝的丫头 满脸苍白 但是还是走到我的面前 像是鼓起了勇气 奶奶 顾叔叔生病了 现在已经住院了一周 她每天都在喊妈妈 她很想您 真的 我没谎话 你要是有时间 能不能去看看她 哦 生病了呀 我好像听小刘说过 我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女孩 手腕 脖子上戴着替加的香钻首饰 穿着的裙子 价格也很好看 顾峰对这个便宜女儿还真好 送她来这个贵族学校 一年要花五十万 看来她手里还是有钱 点让小刘查查 她手里的钱还有多少 奶奶 顾南打断了我的思路 脸色有点慌张 白芝芝嘴角上扬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还是年轻哪 一些小心思还是藏不住 我浅浅一笑 丫头 回去转告你妈妈 趁好就说 别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也警告你 不要再对顾南使那些手段 再有下次 你离你妈从哪里来的 我就能让你们滚回哪去 还有你 就算是哪天 你妈真的与顾峰领了证 我认定的孙女 只有顾南一个人 你姓白 就算是顾峰给你改了姓 永远都不会是我顾家的血脉 懂了吗 小丫头一下子软在地上 我不想对一个小丫头 说话这么狠 只是因为看到她 我就想起了 小刘给我发过的信息 这个丫头在学校 竟然敢联合其他人 在背后说顾南的流言蜚语 奶奶 你怎么这么好 白芝芝那些手段 我根本不看在眼里的 顾南恶滋滋的 像个骄傲的小孔雀 我发现 我越来越像个长辈了 也越来越习惯 这个小丫头喊我奶奶 三个月时间一眨眼就过了 杨慧的甜品店已经开张了 生意很好 她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 看起来像只有20多岁的样子 顾南的高考姑分也不错 我找了我的大侄子 把顾南放到了她的娱乐公司 还找了一个不错的经纪人看着她 顾南真是个苗子 才进那个综艺 就进了A班 而我成了她的粉头 每一场公演我都会去现场 给她加油 我这个粉头有钱 她的艺人物都是我搞的 也时不时来个抽奖 她的粉丝叫南风 也因为我这个年纪最大的好粉 我的微博也有了将近十万粉丝 顾南越来越火 我也从小刘那里得知 顾峰出院后就跟白云分手了 因为白芝芝的亲生父亲出现了 也算是个有钱人 白芝芝一直在撮合她亲生父母在一起 于是顾峰被甩了 顾峰终于发现了离婚喜艺书中的问题 还知道了她手里的股份 都已经到了杨慧与顾南手里 她疯了一样来找我 我根本不愿意见她 她还真的去找她亲爸了 说要进宗室工作 宗志国把电话都打到我这里 替她儿子说好话 说她儿子知道错了 可惜 我心比杀了十年的于老板还要硬 听说骄傲的顾峰 被宗家那几个儿子挤兑出宗室 他成了孤家寡人 真是天道好轮回 南南在那个节目拿了第一名出道 成了队长 当天晚上 我与杨慧都在现场 她站在舞台台的最高处 看着我们俩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 最感激的人是我奶奶与妈妈 我妈妈现在很幸福 是因为我奶奶 我奶奶告诉我有梦趁那年轻去追 不管以后我在这个圈里走到哪一步 我都会永远记得今天 南风有你 谢谢有你 我爱你 我脸像火烧过一般 一束亮光照到我身上 这丫头真是的 我的马甲掉了 这下所有人都知道 南风有你就是顾南的奶奶 网友是强大的 发出了顾南是顾家大小姐 好多人在我的微博下叫我顾米奶奶 我成了这么多人的奶奶 不得不说 太爽了 杨慧与顾南两人越来越忙 杨慧晚上还在家 顾南从成临之后 基本上一个月也见不上一次 我其实有个秘密没跟他们说 因为 我发现我的心口会时不时的疼 开始我还以为是顾南的心脏病发了 去了医生 医生说没事 支架也没事 一切都很好 只有我自己知道 也许我到了该离开的时候 我要把一切都安排好 我见了顾峰 他现在像是个颓废的中年男人 我叹了一口气 阿峰 你一直没长大 妈把你养废了 你也看到了 增加的那些孩子 为了公司动成什么样了 你就像是一只没血性的羊 公司现在没了你 股票一直在涨 你应该看到自己与他人的差距 人生 特别是男人 不能只有爱情 一切命运赠送的礼物 早已在暗中标明了价格 你好好想想吧 我只能先这么安排了 顾峰没说好 也没说不好 垂头丧气的离开了 在除夕夜那天晚上 我与杨慧 顾南吃了年夜饭后 回屋就晕倒了 我晕倒了 我看到顾兰 是的 我看到了顾兰顾阿姨 她说 丫头 其实这半年 我一直看着你的一举一动 我说呢 我怎么感觉有人一直盯着我 原来是她 她一直没消失 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为何会上了您的身 我占了您的身子 对不起 我想到我做出这一系列的事 有点不敢直视 眼前很慈祥的老太太 她身上还冒着金光 这一看就是功德圆满的大善人 丫头 谢谢你 是我把你招来的 你让我看到我的不足 我对不起阿峰 对不起小慧 对不起楠楠 是因为我的强势 没听过他们的心里话 才造成了每个人都火得很悲 丫头 谢谢你让小慧与楠楠找回自己 可是 顾峰我没管好 我有点不安 随她去吧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如果她再站不起来 那就是她的命 丫头 回去后 要好好地爱自己 奶奶送你了一份礼物 算是谢谢你的帮忙 顾奶奶的手拍着我的头上 我看到一丝金光 钻进我的身体里 暖暖的 顾奶奶拿金光送我回去 我笑着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我听到了顾南带着哽咽的声音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知道你不是我奶奶 你肯定是个 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姐姐 姐姐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世界 你下辈子一定会幸福的 我震惊地看着顾奶奶 顾奶奶笑着点了点头 丫头 你的漏洞太多了 回去吧 我喜笑颜开 奶奶 你也回去吧 我话刚说完 顾奶奶消失不见了 等我再睁开一眼 发现自己还躺在那个 租来的三十平的小公寓里 看了看手机 才过去六个小时 我睡了六个小时 难道顾峰 顾蓝 顾南 都是一场梦吗 我扬起手 看到手腕上的钻石手链 不呆了 这手链是顾南城团业送的礼物 一共三条 一模一样 我 顾南 杨慧 三人一人一条 每一条的内侧 都刻着顾南 Law You 我战战兢兢地去掉手链后 果真看到了那一串英文 是真的 不是梦 我蹭了一下坐起来 一扭头 看到我枕头边放了一张支票 五百万的支票 跟我穿越后 从白人手里抽回来的一模一样 这难道就是顾奶奶送我的礼物吗 五百万啊 我颤抖着 打通了支票上的银行电话 顾南岚女士 您的支票确实是真的 您随时可来兑换 我拿着支票 突然泪如雨下 我有点想顾南 想杨慧了 谢谢老天让我穿越 让我有了这次特别的经历 认识那么多好人 文章已完结了 宝子们上点关特下点赞 生活过得越灿烂